假設打了五支球員打 你這場比賽你領了10萬塊錢 如果到冠軍賽 我聽過最誇張的有到18倍 我前兩天其實有發了一篇文就是 為什麼我在當球員的時候 沒有來到美國 因為我那時候我其實非常想出國 那今天的重點就是來跟大家 談論這個薪水的問題 確實我在當球員的時候 我的薪資水準是在比較偏低一點 我也可以直接跟大家講 我進職棒我們以第一年來講就是7萬 會有獎金嗎 會有獎金 這個是盛場獎金 其實獎金它的制度它分為你的月薪嘛 還有一個基地獎金 它是以年來論計的 像我的第一年我記得我是 好像是幾場出賽還是打幾支安打 就有一定金額的錢這樣子 老實說那個具體我忘了 制度是這樣 它會有這樣談薪水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的本薪 我本薪是7萬 第一年7萬 之後 我會有一個基地獎金 達標之後就會有那一筆錢進來 假設你有50支安打 就有幾萬塊錢 但是這個Range是你可以跟領隊談的 談薪水的時候就要談了 因為它是年約嘛 職業球員它的收入 大方向最後這三個 本薪 基地獎金 聖賞獎金 那當然還會有一些代言有的沒的 但是我在當選手的時候是沒有代言過 代言的話 球團也拿一部分嗎 照理講是會的 經紀人應該也會 對 因為我在當球員的時候是沒有經紀人 但是這個要簽合約的時候就必須先跟球團先談好了 假設我今天借到Case 那是幾%給球團 幾%給經紀人這樣 可是你這個薪水你也不是全部都可以拿來花的錢啊 可能要投資在自己身上 可能還要去做一些練習請教練 對 其實我在當球員的時候我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就是我在台灣其實也是有請私人的教練 你看我第一年7萬 扣稅扣一扣好像剩下6萬出頭 美國的稅多多喝 台灣的稅真的比較輕啦 再跟美國相比的話 之後我算算6萬塊好了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我拿了我的簽約金 去買了一輛23萬的秀旅社 就中古的 我們現在講到簽約金 簽約金有三分之一 不管你簽多少 就是三分之一 必須先進到信託基金裡面去 這一筆錢就是 像我們之前其實有選手發生過不好的事情 是大家球 現在我們制度會有三分之一的簽約金 先進到一個信託基金裡面 再包含你每個月的月薪 你也要提拨一定的錢 進到信託基金裡面去 但是這是你自己的基金 是我自己的 不過要等到退休這筆錢才可以拿回來 擔任球員的時間點 你被調查或是被怎麼樣 那筆錢他是有資格把你沒手的 有一點類似在幫球員存錢的概念 對 存一點退休金的概念啦 這幫球員沒有所謂的退休金 沒有所謂的年終獎金 但是他的簽約金就是退休金 基本上選手的薪水 當然月薪 記憶獎金 勝場獎金 最近會先提拨三分之一進到信託覆蓋 對對對 每個月的月薪 只會提拨一些進到信託基金裡面 老實說就是預防做壞事 球員不會理財啊 大部分都這樣 預防做壞事之後 幫助球員做一些退休規劃 不要你沒打球之後你就沒錢了 那再來就是要提到的正常獎金 假設啦 今天這場比賽 我打了一隻安打 這正確金的我們每一隊會不太一樣 那我就隨便先舉個例子 可能一連打一萬塊 二連打五萬塊 三連打十萬塊 全能打十五萬 類似這樣子 那細項細到怎麼樣 細項要連保送 出身球 手臂是壞 只要你對球隊有貢獻的貢獻 哦那很好啊 就算你沒有上場 你坐在板凳系 幫你的隊友加油 也是有錢 打職棒要賺錢 容易嗎 如果長期在義軍其實是OK的 就像我2015年那一年 基本上我那一年打得算不錯 在那一年基本上我的月薪 老實說是比較沒花到 我光吃獎金就夠了 但是這個獎金叫勝場獎金 所以要贏球才拿得到那一筆獎金 球隊要贏 但是你的表現好 沒有用嗎 沒有 就算你球隊輸了 打五隻球員打 輸了 所以團隊永遠是在個人之上 這個精神是好的 只要說誇張一點 你打得五隻拳會打 嗯哼 可是牛鵬放火 個人來賬 你不會怨恨那個 放火的牛鵬 不會啦 因為放球其實是團體運動 就我的經驗上沒有 我所看到的也沒有 因為這就是團體運動 大家都心知肚明啦 假設打了五隻拳會打 你這場比賽 你領了10萬塊錢 對 如果到冠軍賽 那個獎金是翻倍 翻翻翻翻翻 我聽過最誇張的有到18倍 假設我們剛剛隨便再講了 一場比賽 你的獎金又10萬塊 你又遇到那樣重要比賽 球隊又剛好又贏9了 他如果18倍 一場比賽 你就拿到180萬 當然這個是誇試 這個不是準確的數字 那我問一個 比較實際的問題 嗯 像你剛剛說的 冠軍賽打了一個拳內打 賺180萬 結束球季 重新談合約 球團會不會覺得說 拳打得實在太好 賺太多錢 然後把你的合約做調整 基本上如果在談薪水 談月薪 都會是以前一年的成績 封盤考量 那會不會因為 賺太多而被球隊 基本上不會啦 老實講啦 球隊他也不是傻瓜 他今天既然敢花這筆錢 他一定經過精密的計算 假設我們剛剛舉例 說18倍好了 那他如果是在冠軍賽 他一定會去評估這個效益 假設我今天這場比賽 我預計要花掉500萬 我有這個Range在 平均500萬 我是老闆 我已經想說 喔那平均就500萬 我這場比賽就是要贏 我基地我的球員 擴大我的預算 變成2500萬 那我就是跟我球員說 這場比賽贏 就是5倍 獎金全部5倍 會臨時下來這種事情嗎 會 賽前 可能就會集合 老闆如果來就會集合 那今天 幾倍幾倍幾倍 不是啊這種事情沒有白紙黑字 沒有 算數嗎 算數啦 老闆等級了 所有就算了啦 假設今天 冠軍七零賽 七戰四勝 現在三勝三敗 我這場比賽贏了 我可能球隊會有更多的 效益回來 以剛剛舉例 這一場比賽 他的扣打就2500萬 他腦袋他也會想 我這場比賽贏了 我可能會有5000萬進來 老闆的腦袋 他的算盤打得比誰還金啊 這也是好事 他在賽前集合球員 今天幾倍 大家會興奮嘛 大家會更認真的去做他的事情 可是 對方 也會啊 那就來嘛 這就是球場上的勝負嘛 今年一個賽季打完 假如說你的合約到齊 是誰來做評估 一個球隊有那麼多教練 有領隊 上面還有老闆 是誰來決定說 明年的價值是多少 教練也是領薪水的 我不知道教練會不會去 給 所謂的領隊 有一些什麼建議 不知道 我沒當過教練 會不會內閣開會之類 數據拿出來 有可能會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教練也是領都對薪水啊 說穿了他只是高階主管而已 老闆他可能就會給 假設你是領隊 我給你今年的擴打 你要怎麼分配 你要怎麼去彈 那你的是 那你是領隊 那就由領隊去找球員商談 領隊去找經紀人商談 那領隊怎麼去運作 我不知道 中間這個 交易的過程 就是 彈的過程 是在什麼小房間嗎 還是其實只是E-mail來回 如果以我的經驗都是面談 不是E-mail來回 沒有沒有沒有 美國比較大 所以都是沒有 台灣就了不起 就開車四個小時 高鐵兩個小時就到了 所以可能是在一個辦公室 大家聊天 對 大家就聊 這比較傳統呢 我遇到的經驗是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 現在別的球隊是怎麼樣 經紀人在幫你談 我那個年代 可以是經紀人幫我談 也可以是我自己談 自己談 自己又不是專業的 現在慢慢越來越健全 現在幾乎每位選手都有經紀人 但我那個時候沒有啊 那時候我有難處 我也想找經紀人 我找不到經紀人 當然我進到職辦 我不是民營酒員 所以老實講 經紀公司也不會找我 那如果面臨到這種情況 自己來囉 很容易被吃豆腐啊 所以 到了今天 我有辦法拍影片 我覺得我的口條 能夠比較 好一點 可能是那個時候 做的談判 打職棒打六年 我等於談判了六次啊 我有了六次的談判 沒有 我滿腦子的是 球隊賺很多 應該被吃了很多豆腐 細項文就不講 但是我告訴你 其中有一年 我打得很好 球隊要扣薪水 你打得很好 然後球賽結束了以後 年底 球隊要扣你薪水 理由是球隊戰績不加 預算被砍 應該是吧 但是老實講這就是幾萬塊錢的事情而已 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九萬塊錢就很大了 所以就會覺得 心裡不是滋味嘛 因為我成績好 又是在比較不容易的情況下 打出這麼好的成績 因為那一年出賽機會不多 我記得那一年是 就是斷斷續一個禮拜可能只打了一次兩次 再打 手感非常難為止 但是那一年我打得很好 年底了 要貪薪水了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說扣薪水 那當然嘛 年輕氣盛 就一定會有一些情緒 直接拍桌子 沒有翻 用拍的 當然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 談判該有的態度 完全不是 這太不專業了 到時候我再拍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小趣事 現在回過頭看 真的是不好 棒球員很簡單 我做得好 你給我 我做不好 我讓你扣 但是那個時候的立場會變成是 我打得很好 為什麼扣薪水 那個時候的角色跟那個時候的情緒一上來 格局太小 老實講那時候就會吃虧嘛